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大半數目前跌167點 被誰拖累了 很清楚 今天那個磐式是被 鋼鐵航運帶下來的 那相對來講 電子股是比較強勢的 才跌0.16% 所以我在前兩個禮拜 一再跟同朋友提示 鋼鐵航運 它明顯轉落了 你不用去攤平 千萬不要隨意的去攤平 我也跟你講過 鋼鐵股 我們之前操作星光鋼 形態突破這個位置 帶你買 漲上去我賣了 告訴你不要去追 記得嗎 40幾% 我賺這一段 賺完之後 我整個一個重心 重壓在第三季 旺季的電子股身上 這我當下給你一個操作 建議 所以前兩個禮拜 我就提醒你 航運鋼鐵明顯轉落 如果你這次操作 航運或鋼鐵的 如果不管是小賺還是小賣 我覺得你都要趕快測出 走落的個股 千萬不要隨意的攤平 也千萬不要隨意的去搶反彈 有些分析師會帶你拼命的搶 航運鋼鐵的反彈 是因為高點都沒有賣 是因為高點套在上面 所以會帶你去摸那個底 去拆那個低點 會告訴你一直去攤平 拆低點摸底 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操作行為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航運鋼鐵是表現比大盤更弱 大盤目前跌0.96點 鋼鐵跌了1.55% 航運跌了6.84% 所以我們目前的一個操作建議 活力集中在電子股身上 今天大盤跌167點 我們手中四檔電子股亮燈漲停板 今天大盤跌169點 幸好是手中的子股 四檔電子股亮燈漲停板 這檔金星科 我在上禮拜四 我還告訴你我還在買 記得嗎 買在這個位置 上禮拜四我還在買 因為要衝了 所以你看到禮拜五是紅的 是上漲的 今天亮燈漲停 創價波段新高 給你最好的位置是在這個7月15號 收令型態整理末端 很精彩 金星科 聯發科的子公司 6元收年成長率幾% 318% 跟新唐一樣 年成長率超過3倍的基優股 這不是收令型態整理末端嗎 7月15號我買在533 這個時間價位跟你對過了 當時候在532 保證定成交 買完之後亮燈 555 35連成一線 Bingo 漂亮的一個買點 上禮拜四 金星科 空走者 新衛委員 550以下還在買 當時候在549 上禮拜四的動作 買完之後呢 拉高580 所以不管是買549的 還是533的 大家都賺錢 而且這個利潤 絕對不是小錢 因為電子股還沒走完 今天要不是航運鋼鐵 把大盤持股帶下來 可能我們手中的持股 亮燈漲停板會更多檔 你不覺得如此嗎 所以當今天大盤 跌了100多點 你應該更可以分辨出 電子股就是你現在 應該佈局的中心 而不是跌升 偶爾會反彈的 穿殘股的航運跟鋼鐵 你應該知道我的用意 所以今天金星科呢 很快速的拉升 亮燈漲停板來到627 買在533的 賺幾塊錢 賺了快100塊錢了 買在上禮拜四的549的 也賺了70幾塊錢了 一檔股票啊 賺了快100塊錢了 你認為這是什麼行情 這是電子股主攻的一個架構的行情 所以這禮拜 全台三級解封變二級嘛 疫情好轉 幸好是帶你拼進去 趁著這個時刻啊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大盤15目前還沒過 這波的高點18034嘛 還沒過之前 其實很多檔電子股 都是你佈局的一個機會 不要等大盤過這個位置 大盤只要過18034 很多檔電子股沒有低點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當大盤過這個位置 很多檔電子股是沒有低點讓你買 趁著大盤因為受到 航運鋼鐵的排擠讓它震盪 很多檔電子股才有稍微低點 讓你進場的機會 所以八月強勢電子股 讓你獲利大極風 你要懂得目前的行情的脈絡 主流在哪裡要分辨清楚 你的一套之心 不能借你擋挨擋啊 你不能什麼都做嘛 集中火力啊 三檔子股夠你賺了 所以整個金星科 IC設計的啊 聯華科子公司嘛 對 這麼漂亮基本面 成長三倍以上的既有股 它是在高點嗎 當時七月四五號 是整理一段時間的收令型態的末端 所以買在這個位置 安全可靠 波段 真的有大波段啊 快一百塊錢耶 對 今天金星科 627啊 你們看到 627啊 當時 當時五字頭533啦 你買一百塊了啦 上禮拜四 我還告訴你549還在買啊 對 他已經回不到 當時候買了這個位置的低點了 回不去了啊 當天最低是505啊 難道我會跟你吹嘘我買最低點505嗎 我從來不會幹這種事情嘛 會員也在看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買在533 到今天為止就賺了快一百塊錢了 我需要吹嘘我的績笑嗎 我需要欺騙我的會員 呼嚨我的觀眾嗎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永遠都不會改變啦 會員也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你說是不是 所以533買549還在買 為什麼要買 因為還會再漲啊 上禮拜四的動作啊 是不是 那今天那個金星科 很快速的攻漲頂了 快不快 盤很爛嗎 大盤很爛嗎 大盤很爛 是因為他受到其他 傳染股的壓抑嘛 他壓抑在等你啊 等你什麼 等你跟我佈局8月的強勢電子股 我會讓你獲利大幾風啊 這是未來的目標 好好跟上 好好跟上啊 大盤一開盤 其實還是紅的啊 會很爛嗎 一開盤就快攻漲頂啊 雖然大盤尾巴掉了169點嘛 有打開嗎 有打開嗎 沒有打開吧 所以這次電子股 兩大主軸 IC設計跟電動車的相關概念股票 這是我目前 給你的佈局的方向嘛 從6月底到現在 都沒有改變 金星科 IC設計的啊 這一檔以勝 電動車的啊 鴻海集團啊 是不是 今天不是拉上去了嗎 今天不是擴量2萬多張了嗎 補量就會大漲 這是我當時候佈局 給你的量價結構的分析 6月18號的以勝 Tesla電動車的概念股票 形態突破籌碼很乾淨 第一個階段 上去23% 回檔下來 早買一點啊 對 補量就會大漲嘛 趁著回檔量說 要懂得再度的卡位 7月2號 7月6號 趁量說回檔再買 黑街棒喔 當時候是黑街棒喔 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這個位置 當作低檔區剛發動的 6月18號嘛 還是7月2號 還是7月6號 7月2號 7月6號是跌嘛 黑街棒嘛 68塊半 7月2號 這一天是66塊嘛 都在70以下嘛 那今天呢 有沒有擴量 今天2萬多張啊 當時候 1千多張而已啊 1、2千張嘛 所以整個一個 以勝 當時候7月12號 才6千多張嘛 我說他再放量 他就會再大漲 有沒有看到 7月12號 我跟你講過嗎 6千多張還不夠啊 我當時有沒有告訴你 1萬張 1萬張就是以勝的攻擊量 你去看一下 我之前 對以勝量價結構的分析 今天以勝幾張 1萬5千多張 是不是來到我的一個 攻擊量水準 所以亮燈 73.7 創破蛋高 所以 這個行情 不會太難 你只要是 航運鋼鐵 沒有套在高檔的 你就不要隨意的去搶板彈嘛 搶板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你去摸底幹什麼 你去做那種高難度的 搶板的動作幹什麼 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 只會讓你一個資金卡在上面 所以你現在很明顯的 大盤今天跌 航運鋼鐵跌嘛 那電子股有跌嗎 今天電子股 不過跌0.2% 大部分都漲的 大盤跌0.9%嘛 哪一個類股比較強 電子大於大盤 大盤大於鋼鐵跟航運嘛 所以呢 資金當然是要往目前 當代的一個主軸 電子股靠攏啊 市場上資金是如此啊 你就要跟隨市場上的資金 往那個最有效率的個股做賣進嘛 你才有辦法享受 今天大盤跌160幾年 我們家四檔電子股 亮燈漲停板啊 金星科 電子股IC設計的 乙勝電子股電動車的 這一檔 Tesla鋼鐵股票 我說它是 林德時代跟比亞德的供應鏈 7月12號 繁甲3526啊 新天亮的買點 什麼叫做新天亮的買點 嗯?5000多張 嗯? 當時候 收盤182.5 漲停板啊 亮仙價型的概念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這是我常提供給你的量價的看法 也就是說 當天的新天亮的高點 182.5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你認為買這個位置 會很高嗎?不會 不會很高啊 所以整個環甲的一個架構 它是目前 大陸兩大電動車的 概念股票的一個供應商 林德時代 它是全球 最大的一家電池廠商 它當然也是Tesla的最大的電池供應商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嘛 整個電動車最大的一個成本 就在電池 三十幾趴啊 它是一個核心原料啊 以後電動車 要邁向所謂的2040年 四戰力達到九成以上 電池一定要不斷的進進 包括它充電時間要縮短 包括它的行程要擴大嘛 這目前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一旦電池達到這段境界 恐怕不是只有九成啊 恐怕一些燃油車 都要走入歷史啊 所以林德時代啊 它是成立在2011年 到目前不過十年啊 他目前他的老闆 曾鈺琴先生 他的一個財務已經超越馬雲了耶 他已經超越馬雲的一個財務啊 為什麼 時代所趨啊 是不是 所以整個反甲呢 又是林德時代跟比亞的一個 下游的供應鏈嘛 他會不會講 新天亮的買點啊 你要敢跟我買啊 我當時7月10號 已經跟你講我買在175啊 對 反甲9點41分嘛 電動車乾淨股票啊 營收大幅度成長的56%嗎 175附近買嘛 41分股價在175啊 你去對市對價 就買在175啊 買完之後當天是不是亮燈 反甲 公共漲停182.5啊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182.5吧 最好是有時候會蓋牌 最主要是對我們的會員的權利 要有所尊重啊 保護會員嘛 畢竟他們那麼支持我啊 我當然要給他們最好的照顧啊 但是 但是 我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我也給你看 反甲的基本面 我也給你看他的量價 完整的K線會給你帶到 不像很多分析師 都是無中生有的 你自己去 去 比較一下各種道理 你應該知道我在傳達什麼意思啊 完整的K線跟基本面量價結構 都讓你看嘛 所以呢 星天亮之後一定還有高點啊 當天高點182.5不會是最高點啊 所以當天要買啊 我不會跟你催修我買最低點啊 不需要啊 就買在175啊 買完之後亮燈 今天當然還有更高點 今天206.5 今天206.5 創下本波段的新高啊 所以你買在175的 今天206.5啊 30塊錢 30塊錢啊 創下波段新高啊 現在投票 買個十張花你不到200萬 30萬的獲利你已經看到了 是不是 環甲電動車幹領股票啊 我目前布局兩大中心啊 IC設計的跟電動車的幹領股票啊 是不是 所以第一個階段你所看到的是 大盤跌了169點 我們手中四檔電子股 環甲亮燈 乙勝亮燈 金星科亮燈 當然 等一下還要跟你講 這檔兩尾今天盤中有亮燈 四檔子股都是電子股 電子股可用之兵太多了 你跟我布局 享受的是一個基本面非常 具有成長力道的個股 你跟我買在相對低點 接下來你會看到破斷利潤跟行情 所以今天這檔股票很精彩 六月營收創下新高 歷史新高 年增長率超過150%的集有股 形態突破又佔上景限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沒有 盤中的成績量 2萬張 盤中的 這麼棒的基本面 這麼漂亮的形態 量大好進又好出 希望朋友跟我 在第一個時間跟我來布局更卡位 謝謝大家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今天這一檔新唐亮燈 幾塊錢4919的新唐 我上禮拜四我已經公開我的賣點 賣掉就是賣掉了 那今天漲停板 代表我選股的一個功力 市場上認同度相當高 誰說我賣掉股票不能漲 不能漲停板 沒有這件事 所以整個操作 新唐 我是從低檔90幾塊錢 演入了一個操作 漲了快5成 震盪起盤 我說會再走高 上禮拜這兩天 大盤跌了300點 我說他很強不用賣 上禮拜四創新高 賣 我賣在152 是不是 賣在152之上 那賣掉之後 禮拜五有跌到跌停板 138 那今天又回到漲停板 很好啊 沒什麼不好啊 代表看我節目的觀眾朋友 你搞不好可以賣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我只是把我一檔股票的完整操作流程 呈現在電視機的觀眾 跟我的會員之前 對 這一大段81% 今年度的行情 你跟我賺一檔像新唐的這樣的電子股 就只會票價了 8成耶 兩個多禮拜而已耶 快不快 而且我也可以跟你講啊 這一檔新唐 是我們之前把這一檔 鋼鐵股換掉的 當時候 鋼鐵股我除了買 新光鋼賺這一段之外 我另外還佈局了這一檔第一桶 我那時候有蓋牌 眼前的頭面應該知道 我有蓋新第一桶啊 那第一桶我看它不太會動嘛 新光鋼有上去 那第一桶不太動嘛 那我知道換股啊 換到哪一檔 我就是把第一桶啊 換到 新唐 全國會員可以幫建老師做見證 我是不是這樣換股的動作 所以你只要是我會員 我們的持股 該怎麼調整 我們的持股 該怎麼帶進帶出 幸好是對全體會員 負所有的責任 那至於觀眾 你看我節目 喜歡跟著我後面買股票的 你自己要有所停歷跟停損的概念 因為畢竟我沒辦法幫你追蹤嘛 但是會員 應該很清楚啊 新唐 小培啦 不是新唐啊 第一桶啊 第一桶我是小培 賣掉去買新唐啊 我如果第一桶沒有賣掉 我怎麼賺新唐八成 你說是不是 一套資金啊 怎麼運用 把錢花在刀口上嘛 我如果當時候 第一桶沒有賣掉 我繼續地喊進新唐 很多會員他是沒有資金 再買新的標的耶 雖然我的持股大概就三唐左右嘛 但是我們就是要將你的資金 產生一個無限獲利的層數效果出來 也就是說你必須懂得 股票對了 能賺盡量賺嘛 抱不多賺 如果股票不對 不太懂 該換就換啊 該賺就要賺了啦 做股票有時候就要比較少 你沒有這樣的換股動作 你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桶 有漲嗎 鋼鐵股我早就跟你說不行了嘛 你看你這邊不賣 不是又多疊了一段嗎 但你跟我的一個同步動作 換到新唐多八成 是不是 另外這一檔兩尾 上禮拜三啊 有沒有看到新天亮啊 當著盤中兩萬四千多張嘛 量先下行的概念嘛 又是收令型態的突破嘛 是不是 不是這我常提供給你概念啊 所以7月21號 上禮拜三的兩尾 電源線大廠嘛 整理末端啊 69.7買啊 是 買完之後有沒有亮燈 禮拜四 繼續大漲6.4% 今天兩尾呢 工漲停84.7 這樣有沒有20% 去回顧一下嘛 上禮拜三開始買的啊 首領形態末端 新天亮的買點嘛 買完之後 當天大概可以賺半根啊 禮拜四呢 又多了半根嘛 那禮拜五呢 又繼續漲啊 繼續紅K棒啊 那今天那盤中亮燈 84.7啊 這樣是不是 是將近兩成 沒有錯吧 什麼股票 電子股啊 電子股比太多檔的 傳產股的航運 鋼鐵要強太多了啊 這檔玉金光 兩階段的操作 大概290塊錢以上利潤嘛 7月8號 創新高617有賣嘛 賣掉之後 它就跌下來 跌到572 我都支撐在這邊 沒有改變 支撐在這邊 有沒有來 來了啊 7月20號它跌耶 來到547耶 你如果賣點差了70塊錢 我告訴你逢第一買啊 它不是漲耶 因為高點有賣嘛 差了70塊錢逢第一買嘛 那接下來呢 就來到564 上禮拜五五七八 這檔玉金光 我還沒有賣啊 我還沒有賣啊 上禮拜五你已經看到 玉金光好消息了嘛 產能滿載 玉金光下半年會更好 裡面的一個詳細 基本面你繼續看 買在相對低檔 市場上會很多的利多消息 幫你的股票做抬轎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快樂的事情 我常常在辦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很重視基本面 就是因為基本面市場上 認同度很高 我買完之後 衝上去的過程 市場上矚目的焦點 不管是媒體 還有其他同業分析師 通常會跟著後面追捧 緯權店7月9號 支撐性的買點80塊半 7月14號打下來80.2支撐嘛 殺低嗎 當然逢低成接 上禮拜三 強勢整理的偽權店 我說還未再漲 上禮拜三講完之後 隔天馬上大漲7.6% 接下來的偽權店呢 他上禮拜已經除息了 配息了1塊6 我認為這樣的強勢格局 他是還沒漲完的 提供給你做參考 另外三檔基油股上禮拜五 提供給你的光學元件的概念股票 我說回檔五天夠低了吧 六元收年值量力超過五成 我趁那回檔 告訴你要買 支撐就是在這裡 今天真的來了 上禮拜我的分析 今天不是來了嗎 這要最後的買點 今天不買沒有低點了 這我提供給你看吧 所以今天很明顯的 傳產股的航運鋼鐵 持續性的弱勢 不要去強反彈 電子股相對的強勢 你想要在今年度的8月 電子股當中 讓你的獲利大解封的 我希望 游清老師來帶你拼經濟 有任何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自己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隆老師 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 非常充足 早晨 theo